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 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主编 我是敦华 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呢 就是品牌读心术 要如何用广告来打动顾客的心呢 之所以会选这个主题 是因为其实我们在2月号的杂志 有一篇蛮重要的文章 我们一直想要跟大家做分享 但是整个2月我们遇到过年 过完年之后又要准备书展 到了3月份呢 我们又筹备这个2000万下载的庆祝活动 对我们的节目已经突破2000万人次的下载了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这一路以来的收听跟支持 好因为我们要筹备这些活动 所以这篇文章呢 就一直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做介绍 那虽然现在已经4月份了 但是没关系 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你们一定知道 我们哈佛的好文章 历久弥新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所以这个礼拜呢 我就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讨论 好本周第一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 是出自我们2月号的杂志 标题叫做建立品牌之道 给出你的承诺 这篇文章有三位作者 其中一位作者非常重要 他是管理学界的名师 叫做罗杰马丁 他曾经担任罗特曼管理学院的院长 他目前的身份是企业执行长的顾问 另外两位作者呢 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单位 叫做B2B Institute 这是LinkedIn旗下的一个平台 专门在研究跟辅导企业区进行品牌建设 这两位作者 一位叫做杨史瓦兹 他是这个平台的创办人 另外一个叫米米纳特 他是这个平台的高阶主管 好所以这篇文章就有三位作者 一个作者呢 是管理学的名师叫罗杰马丁 另外两字都来自LinkedIn 这篇文章呢 就是他们三个人的一份研究成果 这个研究呢 就是在针对品牌建立与广告内容之间的关系 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研究呢 跟一个所有行销人听到都会非常有感 而且会不断思考的难题有关哦 就是我的行销预算到底要花在哪里 以及我花下去之后真的会有效吗 哈佛领导者学成12期 超早鸟优惠席次最后倒数 现在你不必远赴美国 就能在台湾参与哈佛式个案教学 50位以上跨产业领袖齐聚 深入企业经营情境 反转单向授课形式 开拓视野 强化批判分析 破解决策难题 7月开课 前30席或3月底前报名 想超早鸟优惠七五折 最后席次 千万别错过 我想各位做行销的朋友 应该都听过一句非常有名的疑问 就是我花在广告上的钱 有一半都浪费掉了 但麻烦的就是我不知道浪费的是哪一半 我们假设如果我今天已经播出一笔行销预算 拿去打广告 那在以往来说 我在广告投放的时候 我无法很明确地知道 我这些广告打出去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 到底有多少顾客是看到我的广告才来买我的产品 那他们又是透过什么管道看到这个广告的 以传统的电视广告来说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说 他是在哪一个时段看到我的广告来的 或是说他是在哪一台看到我的广告来的 如果这些数据没有办法被追踪的话 我就很难判断自己的钱要怎么花 花在哪里才是最有效的 但是在近几年 由于这个网络科技啊 还有各种社群媒体的兴起 消费者的行为数据呢 就更容易被追踪了 所以大家就转而去投入 所谓的绩效行销 也可以叫做成效行销 这个英文叫做performance marketing 我想做行销的朋友 对这个词应该不会很陌生 我这边简单跟不熟悉的听友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绩效行销 以前我们来说 这个广告主啊 或者说某一个想要投放广告的公司 他不敢顾客今天到底 会不会因为看到这个广告 所以来消费 反正我的广告费就要先投下去 但是借由数位的进步 广告主可以再确认某一个顾客 是因为看到我的广告 才进行消费之后 才去支付相应的广告费用 这样讲可能大家有点难以理解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今天有一个手游的公司 手机游戏的公司 我们就叫他A公司好了 A公司想要推广他们的一个游戏 我们就姑且把这个游戏叫做 拯救狗狗 A公司想要推广这个拯救狗狗的手游 他们就在某一个社群平台 我们假设叫F平台 A公司为了想要推广 他们这个叫拯救狗狗的手游 就在F平台打广告 那F平台就会针对 可能会对手游感兴趣的用户 去投放拯救狗狗这一款游戏的广告 假设今天有一个用户 他叫小明 小明看到这个广告觉得 好有趣哦 他就去点击这个游戏的下载页面 好下载页面点下去之后 就是A公司想要的购买行为发生了 好直到小明点下这个下载页面 购买行为出现之后 F平台就会针对这一笔消费记录 去跟A公司来收取广告费 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绩效行销 关键就在于是 消费行为发生之后才收取广告费用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点 A公司只有在消费行为出现的时候 才需要付费 这样就可以避免无谓的开支 不像以前一样我不知道顾客到底会不会来 但是我广告费就要先撒下去 这样也可以更加去精算我日后的行销费用 要怎么样去分配 好 第二个好处就是 A公司可以因此去得知 他们的游戏用户是来自哪一些品牌跟管道 可以更了解用户的行为 针对这些用户行为呢 去优化他们日后的行销模式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 所以现在很多品牌啊 就会仰赖绩效行销去推广自己的商品 或是推广自己的服务 但是这么做长期下来呢 只是在追求的只是一个短期的顾客转换率 而不是更长远的 需要去建立一个品牌的形象 以我们刚刚举的这个A游戏公司来说 如果他们的行销费用呢 只投注在绩效行销上面 完全不打算拿来做经营品牌的话 不为自己的公司形象跟知名度打任何的广告 那也许我们在短期来看哦 这个拯救狗狗的这个游戏呢 可能会吸引很多人下载来玩 那我想可能很少会有人知道 这个A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我们都知道如果一间公司 他如果想要长期经营哦 建立足够死终的顾客群 甚至是吸引优秀的人才 来你的公司工作 在这个市场上占有优势的话 你一定要把你的品牌建立起来 然而为了建立品牌所打出去的广告 他这个最后的成效 比方说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啊 或者是说大众对你这个品牌的好感度 这些东西是很难被数字量化的 所以就会有人问说 哦好啊 我愿意花钱去做品牌广告 但是我要怎么做才有效呢 好 那我们就要回到今天的文章了 这个文章的三位作者 就根据这个 世界广告研究协会的这个数据库 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那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就包含了两万四千多份的广告个案研究 那这些广告个案呢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广告比赛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都是广告中的广告 精英中的精英 那这三个作者呢 就研究从这个2018年到2022年 参加比赛的两千多项广告数据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 如果你的广告是为了要建立品牌的形象 你想要取得这个效益的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你要在广告里面给出你的承诺 你要有一个promise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我们去卖一个产品 或卖一个服务给顾客 其实就是在给顾客一种承诺 也就是说 你来我这里消费 我就可以帮你解决某一些你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的广告可以很明确传递这种承诺的话 你跟顾客之间就会建立一种情感的连结 让顾客在需求出现的时候 马上就会想到你 那你的品牌形象就因此建立起来啦 我们举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好了 就是这个便利商店的两大巨头 全家跟7-11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他们的广告 这两间品牌呢 都各自有一句 大家都很朗朗上口的slogan 比方说 全家便利商店的就是 全家就是你家 7-11就是 Always open 7-11 这些都是很主打 很直白的告诉顾客一个承诺 就是我这里24小时都有你需要的东西 而且你可以很方便 很自在的在我这里买东西 好 那问题来了 这三个作者不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吗 就是你要给出你的承诺 那这个论点真的有效吗 首先我们要先确立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这个所谓对顾客的承诺 本质上就是 我想要跟你建立一个信任关系 品牌跟消费者之间要存在这样的信任关系 这个承诺才会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 今天我不只卖好的东西给你 我还跟你承诺 我这个东西哪里是很好的 哪里符合你的需求 而且我会一直提供这样好的东西给你 其实我们自己放到自己身上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我跟某一个人做出一个承诺 那我一定是会非常看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你小时候跟某一个人约定说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还是长大以后在工作场合承诺说 我一定会完成这个专案 你其实都是在跟对方营造一种特别的关系 所以消费者跟品牌之间也是这个样子的 品牌你给出一份承诺 对于顾客产生的正向影响也会非常的强大 我们就以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手摇影 再来举个例子 今天有A品牌跟B品牌两间手摇影给你选 你会比较长期支持哪一个品牌呢 A品牌他没有做任何的顾客承诺 他就只是纯粹在卖很好喝的珍珠奶茶 那B品牌呢他就有打广告 给出顾客承诺 比方说我们用的茶叶是阿里山上种的茶叶 我们用的珍珠是冲绳黑糖煮的 我们的鲜奶是跟小农合作的 那长期下来大家提到B品牌就会想到它的特色 这个顾客粘着度会比较高 甚至可能会有人因为我认同这一间公司的理念 会想要来这间公司工作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 即使你给出了承诺 关键也是要顾客有感 对不对 不然就是你单方面给承诺 顾客没感觉那就是白搭嘛 那要怎么样给承诺才会让顾客觉得 真的很有感觉呢 关键在哪里呢 这篇文章就给出了一个例子 我们让大家来听听 有三间保险公司 他们都打了这个品牌形象的广告 也都在这个广告里面呢 给出他们的顾客承诺 好大家来听听看 这三间保险公司给的承诺 哪一个承诺让你觉得最有感 A公司的承诺叫做 让你得到妥善的照顾 B公司的承诺叫做 我们公司站在你这里 C公司的承诺叫做 15分钟就为你省下15%的保费 好现在听完了 你觉得你会想要选哪一间公司 你会不会想要选C 好为什么 因为C公司的承诺清晰直接 而且可以被验证 如果你今天真的去找C公司 发现你跟他们咨询 只花15分钟 而且真的省下了保费的15% 那你是不是就会跟这间公司建立信任 觉得说C公司说到做到 说的好 那这个C公司的品牌就在你心里建立起来了 那虽然A公司跟B公司也是同样有给出承诺 但是这个承诺相行之下 感觉没有C公司这么具体 也没有那么容易像C公司一样 可以立即得到验证 所以相行之下呢 C公司的承诺就更会得到顾客的心 好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 如果你想要透过广告活动来建立品牌的话 你一定要给出清晰 而且可以实际旅行 让顾客有感的承诺 好 我们不是在前面有提到说 这三个作者透过这个世界广告研究协会的这个数据库来做研究吗 那他们就从这个有给出顾客承诺的这些广告里面 归纳出有三种类型的顾客承诺 所以今天这个品牌方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广告里面给出顾客承诺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承诺的类型有三种 第一种类型呢叫做情感承诺 第二种类型叫做功能性的承诺 第三种叫做买得开心的承诺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三种承诺是什么意思 好 第一个叫做情感类型的承诺 我想这个应该蛮好理解的啦 就是主打顾客的情感嘛 触动顾客的情绪 比方说这个Mastercard万事打卡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slogan 叫做万事皆可达 唯有情无价 这句slogan呢 就是想要让顾客知道 给顾客一个承诺 但凡是涉及钱的事情呢 Mastercard都可以帮你搞定 你只要专心去享受呢 你在这个消费过程中 得来的珍贵体验就好了 好 另外还有一个 我相信大家一定也都听过的 就是知名的钻石品牌 The Bears 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slogan 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跟我一起念出来 叫做钻石很久远 一颗永流传 好 这个广告真的太成功了 成功的让大家把钻石 跟永恒的承诺捆绑在一起 甚至大家可能很多人不晓得 为什么我们现在结婚的时候 觉得要一定要带钻戒 就是因为这句广告出现之后 大家才觉得 结婚要去买钻戒 来证明我们之间的爱情 是永恒不渝的 你看这广告就成功到这个程度 好 这些例子都非常清楚地展示 这些品牌承诺就是主打顾客的感情 让顾客觉得 这个品牌或者说这些服务 这些产品 跟我的某一些情感 跟我的某一些记忆 是捆绑在一起的 是联动的 好 以上就是第一种类型叫情感承诺 好 我们来看第二种承诺 叫做功能性的承诺 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我承诺你 我的这个产品 或是我这个服务 有哪些很明确的功能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比方说知名的巧克力品牌Sneakers 他们就有一个很有名的slogan 叫做去你的饿 做你自己 承诺你 只要你饿了 吃一条我们的巧克力 就可以恢复活力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好 那这个Sneakers 这个广告可能已经有点古早了 我们再举一个 我们台湾更熟悉的一个例子 外送平台这个Uber Eats 在前几年有个非常洗脑的广告词 叫做今晚我想来点 是不是大家立刻想起来 有哪一些人在这个广告里面 讲这句台词了 还有最近有一波 也是蛮自嘲的广告 叫做应该都点得到 像Uber Eats的这些广告承诺 想要强调的就是 你想点就点 随时想点就点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 各式各样的外送服务 他这些广告 都是在不断地跟顾客讲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以上是功能性的承诺 第三种承诺叫做 买得开心的承诺 这种类型的承诺呢 强调的是消费者体验 也就是强调 我的这个服务可以让你非常享受消费的过程 在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油漆品牌 叫做宣伟 Sherling Williams 这个品牌呢 他就推出一款广告 主打说呢 他们有一款人工智慧的工具 让顾客只要用语音 用讲的 去描述你想要什么样的油漆颜色 比方说 我想要像马尔蒂夫的海水那样漂亮的蓝色 这么抽象的说法 一般如果你去什么油漆行 或是你自己去选油漆 你根本就选不到 但是如果你跟这款AI工具讲 这样子讲说 我要像马尔蒂夫的海水那样漂亮的蓝色 这个AI工具呢 就会帮你把这个蓝色挑出来 让这个过程呢 就可以让顾客在挑选自己想要的油漆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这一整支广告其实在YouTube上是可以找得到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这个关键 这去看这一支广告 那这支广告也赢得了这个 2022年的坎城B2B大奖 那这个广告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啦 我再举一个台湾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 就是7-11早年在推出City Cafe这个服务的时候 强调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 要注意的是 当时没有超市推出咖啡服务 如果今天我想要买咖啡 我一定要去特定的咖啡店购买 而且喝咖啡呢 就给人一种好像在忙里偷闲的感觉 所以当时这个City Cafe推出来的时候 它的画面里面就是贵轮美 就拿着一杯咖啡 很惬意很chill 随意坐在街边的衣角 在那边喝咖啡 它这个广告主打的就是 让消费者体验到说 我今天可以轻轻松松的 在便利商店就买到一杯咖啡 在街角就能够体验我片刻的休闲时光 好 以上呢 就是这篇文章提到的一些重点 其实这篇文章还蛮长的 里面还有非常多 我还没有来得及介绍的内容 那我今天只是节选一些 比较重要的重点 来跟大家做说明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 详细的内容的话呢 就可以去点击我们的说明栏 找到文章的连结 去查看这篇文章 那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其实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花了一点时间 来解释什么叫做绩效行销 还有谈到说 这个绩效行销跟品牌广告之间 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兼容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这边也推荐大家去补充阅读 另外一篇文章 是我们在去年 2023年6月号的杂志 有一篇文章叫做 品牌塑造与绩效行销不相悖 这篇文章呢 我是非常建议 可以跟我们今天介绍 这篇文章相互去做一个辅助的阅读 那我们也把这两篇文章的连结 都放在说明栏 那我相信这两篇文章 对于各位行销人 在投放广告预算的时候呢 都可以有更多的帮忙跟启发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再见咯 拜拜 现在就开始